2021年5月25号 新冠疫情援助印度医疗物资 印度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4月下旬连日当天确诊超过30万人 死亡人数节节攀升 此季展开医疗物资援助行动 首批200台致氧机 与本日运抵印度ABM佛教组织 孟买办公室 后续分别提供医院 方舱医院使用 上人新系疫情 也担心照顾患者的神职人员 呼吁募集爱心 持援印度 要尽心力给他们足够的良福 从2020年开始 此季共善援助 印度天主教仁爱修女会与灵异会 直到2022年底 在印度 此季疫情援助 16个省份 13个机构 94万人次 送出3700台制氧机 捐赠2000个空缸品等物资 有26万户次家庭得到粮食纾困 2018年5月25号 在国难民营下衣援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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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散高张 入下换季 志工在塞尔维亚难民营 发放上千套短衣 短裤 我非常愉快 我拿着这件衣服 我非常愉快 谢谢 这一刻我非常愉快 因为这件衣服非常好 非常感谢 你社会和所有人 邀請難民參與運佛 信奉伊斯蘭教的難民 志工透過祈福卡 讓善念共聚 三處難民營 總計發放近3000套夏裝 2002年5月25日 澎湖華航空難關懷 華航波音747200型客機 從桃源飛往香港 突然從雷達光點消失 在35000尺高空解體 墜落澎湖馬公外海 機上225人全數零難 是台灣境內死傷最慘重的空難 澎湖當時僅32位辭職志工 接獲消息隨即展開關懷 怎麼會這樣 不僅台灣包含香港 中國大陸 新加坡 都有當地志工協助零難者家屬來台 家屬不要增添他心靈的不捨 要好好的為他祝福 志工從投入住面協助認識 到供應熱時機場與殯儀館迎臨 有些阿兵哥回去都會跟我們講說 他們回去還會做噩夢 那我們就是按照他說 把上人的手鍊拿起來 晚上也稍微念一下 志工共動員一千五百人次 而空難滿周年後 政府在澎湖湖西鄉設立紀念碑 悼念在這場空難中失去的生命 有些人不就不要 幹活 他在澎湖西鄉設立紀念碑 如果你不想說 他在澎湖西鄉設立紀念碑 他是否也不想說 感谢观看